在节目开始前 请到我们的Coffee 加入我们的会员 我们的事工需要你的帮忙 加入会员之后 就可以到我们会员专属的群組里面 现在就是我们建立社群的时候 现在就是我们必须找到 可以彼此信任的人的时候 现在就是找到 共同价值观的人跟家庭的时候 里面只有支持AI News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全部都是支持我们价值观的盟友 不管你在乎的是家庭教育 后院农夫 还是你只想要在你的社区里面 找到可以信任的人 在混乱的时代里面 增加你跟你家庭的生存几率 都请你加入 好的 现在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节目 美国的电视节目上 充斥着对小孩的性洗脑 特别是要性化小孩 让小孩分不清楚男人跟女人 让小孩认为说 同性电是正常的 是值得被庆祝的 简单说就是要让小孩 从小就认为 性是一个公开的事情 是一个你应该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我的第一个女儿出生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节目叫做 Little Baby Bomb 然后或许是我从那个时候 才开始在意的 就有朋友跟我讲说 不要看Little Baby Bomb 因为里面有在推崇LGBTQ的东西 那个时候还是LGBT而已 还没有Q 里面的内容就是两个爸爸 带着一个小孩说这个是家庭 之后 Peppa Pig也出了一个角色 就是有两个妈妈 然后是一个家庭 简单说就是有各式各样小孩看的卡通 想要透过动画的方式来信洗脑我们的孩子 现在又再多了一个新的 又有一个儿童的卡通节目 加入了这个左派洗脑的行列 还是我小孩小时候 常常放在电视上给他们看的卡通 在疫情的时候 是Netflix的No.1 show 就是Cocomelon 这个是来自他们最新的一个季度的第八集 这个片段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男孩 他的名字叫做Niko 穿着裙子在里面跳舞 头上戴着皇冠 同时他两位同性恋的爸爸 用着非常赞同他的眼神 看着说这个就是你在做自己啊 那这个片段你会认为是个搞笑片段 类似像什么以前什么董月花 杨婆婆之类的东西 但是很可悲的就是 这并不是一个玩笑 这一切都非常的真实 而且全部都是事实 那我在继续说之前 我先要说 Cocomelon只是其中一个 你应该要彻底在你家禁止的卡通 现在在播的这个视频的这个 在某个角落里面播的卡通 还有更多 就算不是因为LGBTQIA++++的这个信息脑的关系 你也应该要知道 这些卡通都很脑残 没有任何的意义 还有什么这个包括什么 马莎与熊 是在吹捧苏联的这个共产主义的 小美人鱼之后 所有的迪士尼的卡通 全部都在推崇各式各样的女权主义 特别是Beauty and Beast 那个美女与野兽 更是非常非常的恶心 各式各样的这些东西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已经好久好久了 看到这里 很多人会认为说 哎呀 美国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 我们有一个观众 在下面留言说 台湾的朋友为你们祷告 希望台湾不会走到 需要起来连署的那一天 我在这里告诉各位 我住过台湾 台湾的处境 非常非常的糟糕 而且台湾的人没有信仰 基本上没有对错 就连在台湾很多基督徒 有神的 有读圣经的这些基督徒 都会认为说 这些东西 这些信息 小孩子这些东西 代表的是民主 是自由 是包容 不要以为 没有看美国的卡通就没事了 连我小时候看的漫画跟卡通 日本来的东西 都是充满着这样子的信息脑内人 例如像什么乱马二分之一 蜡笔小新里面动不动 就会跳出来一个什么人妖姐姐 忍者乱太郎里面的山田教官 几乎所有的漫画 还有卡通里面都会有一个 类似LGBT的角色在里面 以前绝大多数那些角色都是坏人 现在很多这些新的漫画里面 都变成好人了 都变成主角了 好像一切都变成正常的了 我比较少看漫画了 所以说我比较不清楚 现在的动画的这个情形 但是华人的家长 真的不要以为你们没事 还有不要以为你只要放个 美国的卡通给你的小孩看 你的小孩学习的东西就是英文 就连真人的儿童频道也是一样 你说东森幼幼台里面的那些什么 哥哥姐姐们 有几个是正常的 这些儿童节目都有几个共同点 是音乐很难听 配音很恶心 内容无知 没有生命 还有丑陋的动画内容 那些东西好像都只是 经过AI 人工智能 花个几十秒 就可以创造出来洗脑小孩的东西 或许 现在还不是这个样子制作的 但是很快 这些儿童节目 就全部都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制作程序 那绝大多数的父母 看这些在网路上 还有电视上这些儿童节目 感觉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 蠢 我的女儿现在在封了那个什么 Roma Diana 还有什么Ryan's World Kaiji Family 还有那个什么 Mania and Mania Show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你给任何一个家长看 没有一个家长看得下去 但是 我们还是很狠心的 把这些东西给我们的小孩看 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小孩很喜欢 包括我也是这个样子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就觉得 很懒得去理小孩 很懒得跟小孩沟通 这个是我自己要认罪悔改的地方 要改变的地方 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我的小孩很喜欢 这个理由 绝对不是合理的 让我应该要去允许他们做的理由 第二个就是 我其实知道他们没有真的喜欢那些卡通 或者是那些儿童节目 因为没有人可以喜欢那样子的东西 真的 就连小孩都没办法喜欢 他们其实不喜欢那些卡通 那些卡通是他们的麻醉剂 是催眠他们 让他们不要哭 不要闹 不要吵的 让他们变得更笨的工具 这个效果其实是我早就发现的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作为 我大女儿小时候一哭 那时候我才刚当爸爸 我就放了Cocomelon给他们看 你可以去观察你的小孩 他们在看那些儿童节目的时候 他们是没什么反应的 他们就是坐在那个地方 盯着一堆颜色动来动去 没有互动 没有笑声 没有任何的动静 两只眼睛大大的坐在那个地方 盯着电视看 听着很难听的歌曲 不知道为什么 这样子的节目 很能抓住三岁小孩的注意力 但是我很确定 他们并不爱这些东西 而且他们也没有办法 从里面学到任何好的东西在里面 这个其实是跟大人看那种 偶像剧 公斗剧 韩剧是一样的 只是Netflix这样子的公司 花了把很废的内容放在荧幕上 让你坐在那个地方 什么都做不了 跟吸了麻药一样 一动也不动 吸引着你的注意力的麻醉剂而已 他们怎么麻醉你 其实就是用同样的方式 来麻醉你的小孩而已 讲到这里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这些卡通 到底在传达一些什么样的讯息 当你的小孩在麻醉的状态 接收到这些资讯 不管是什么样的资讯 你的小孩都会去接收 而且在他脑子里 合理化这些讯息 Netflix创造了一个小孩的麻醉剂 麻醉你的小孩 让你的小孩在你家的沙发上 麻醉的吸食他们给出去的资讯 坐在那个地方 瞳孔放大 被动的吸食他们给出来的声音 影像还有思想 然后这个已经被麻醉的情况下 如果你小孩在这个样子的状态 看到Coco Mellon的第八集的时候 他们就会被动的接受 小男孩穿女装 有两个爸爸是很正常的 在两个爸爸前面跳舞很棒 是多元 是自由 是做自己 这样子的内容出现在一个系列的第八集 并不是一个巧合 Netflix很聪明 他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父母很小心 他们会检查电视上的内容 但是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很懒 我们可能看前面两集就觉得说 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吧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在第八集的时候 变装的小男孩跟两个爸爸就出来了 绝大多数的父母不会发现 这一切是非常的有策略性 战略性的行销手法 或者是洗脑手段 而且是邪恶的 更令人难过的是 这一切非常的有用 左派在鼓励小孩 洗脑小孩去变性 去穿其他性别的衣服 合理化同性恋 同婚的制度的方法 有非常多种 但是他们知道 这两分钟的Cocomelon的歌曲 是最有用的方法 因为这最可以塑造你的下一代 趁小时候 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就洗脑你的小孩 让你的小孩变成 他们想要成为的样式的方法 从小开始放下这样子的种子 在小孩还没有质疑的心智之前 就把这个样子的思想 放在你的小孩的脑子里 在这个左派洗脑的卡通 到处播放的时候 我们的媒体在干嘛呢 他们花了很大的篇幅 来去攻击正常的儿童卡通 特别是教学卡通 教导 价值观 家庭的卡通 这篇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攻击的对象是 迪士尼的Blui 跟Daily Wire的APP 叫做Benkey 上面的ChipChalla 我女儿有在看ChipChalla 我家剧看Disney 所以她没有看过Blui 他们的攻击的原因是因为 这些卡通 保守派的卡通上面 都有啊 各位听清楚了 因为这些卡通上面都有 很好的 Well-adjusted family 还有一个很在乎孩子的父亲 都在孩子的身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道的标题 The fantasy of the fun TV dad 电视上幻想出来很有趣的父亲 没有错 一个有趣的父亲 很喜欢跟小孩在一起的父亲 是一个fantasy 梦想 当然我们可以想象 一个左派的女权主义 在纽约时报工作的人 会觉得这个是个幻想很正常 我小时候的成长环境 也缺乏父亲 如果我爸爸在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觉得说 还是不要在比较好 但是 这不应该是一个幻想 而且不应该是一个梦想 这个报道上面说 Blueey的爸爸 Blueey就是迪士尼 Disney Plus的一个角色的爸爸 OK Bandit是个考古学家 但是却一直待在家里 打扫家庭 跟他的小孩玩 妈妈也是在家一直做家事 Bandit是一个很有趣的父亲 常常做家事 常常跟自己的小孩玩 但是这样的父亲形象 其实是错乱的 因为他一直待在家里 是非常异常的行为 Ord and Striking 然后他在这里面说 他自己的小孩 不是卡通人物 是这个作者的小孩 他说他的小孩 常常盯着荧幕看 这个时候 他才有时间去做家事 那上面说 Bandit就是这个Blueey的爸爸 这个卡通人物的爸爸 的自由程度 在家的时间是错乱的 他的生活重心 基本上是为了陪伴 以及取悦他的孩子而存在的 事实上 真正的父母 是专注在其他生活的任务上 并没有办法真正的给孩子 像卡通般的陪伴 这个还是左派的迪士尼的卡通 都被他讲成这个样子 接下来他讲到这个Bandkey 就是Daily Wire的ChipChalla 上面讲说ChipChalla 讲的是一个在家教育的家庭 爸爸ChumpChump 是三个孩子的老师 上面说ChumpChump 是一个非常参与 在家庭生活当中的父亲 同时也是一个 不断取悦大家的搞笑人物 基本上从来不去上班 这真的很愚蠢 好像我们的儿童卡通 应该要显示出来 在那种谈话性节目上面的 每个通告艺人都变成专家那种 你要做到Work and Life Balance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然后父亲参与在孩子的生活当中 是It's Odd and Striking OK 太奇怪了 太糟糕了 父亲不应该待在家里 儿童节目塑造家庭 当然是很理想的 我们小时候看小丸子 我们有看到那个英广志 早上七点起来坐地铁 在办公室里坐九个小时吗 这样子的卡通 你的小孩会看吗 或是你小孩想看的内容吗 只是因为这样做很真实吗 我跟我小孩一起看卡通的时候 也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这些卡通人物很少睡觉 那是不是表示他们都醒着 是不是这样就不真实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每一季的卡通 都应该有放一个 七个小时半的一集 OK 里面就是那个角色在里面 一直睡觉 翻来覆去 打呼 因为这个样子做的话 就会变得很真实了 卡通画得不真实 当然不只是他唯一的抱怨 不然这篇文章 也没有讨论的必要 上面写的是 这些卡通太常讨论那些 已经死掉的白人 试图要跟他们学习 上面就是 美国的建国国父那些伟人 还有欧洲的这些伟人 上面说 ChipChalla同时也满足了那些 保守派的父母 试图要抵抗 公立学校的洗脑 创造出家庭学校的主题 之后再讨论 这些早就死掉的白人 这个是他报导 上面自己写的 OK 公立学校在洗脑小孩 是他们自己 在这个报纸上承认的 但是 这就是他们想要的世界 正常的爸爸 全部都去上班 没有时间跟小孩互动 把你的小孩 搞得不男不女的 穿着裙子 在同性恋的家庭前面 跳舞给他们看 纽约时报 不会攻击Cocomelon 这个样子变态的卡通 如果有写文章的话 反而会说 Cocomelon 多棒啊 多元 包容 是每一个父母 都应该要学习的 你们每一个父母 都去当同性练算的 效法的对象 花时间去指责那些 快乐的 正常的 有家庭核心价值观的家庭 这些卡通里面 有正常的父母 有正常的孩子 一起去做一个家庭 正常快乐 该做的事情 因为 他们 憎恨的就是 正常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要这么坚定的 要摧毁正常 你的小孩 只是他们 摧毁正常的 必要的牺牲品而已 他们会使用 所有的工具 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其中一个 就是像Cocomelon 跟现在很多的卡通一样 其实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思维 常常在 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 过去 我去过几间教会 我发现很多华人教会的青年团契 不管是英文堂还是中文堂 常常都只是青少年 还有小孩的托儿所而已 目的其实只是要 不要吵到在大堂聚会的大人 而且我们常常忽略青少年的事工 有的时候 我们会忽略喂养青少年 OK 青年团契的牧师 有的时候也待不久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人生规划 很容易就离开了 因为钱不多 他们想要在教会有更多的权利 各方面的 之后每间教会又在那边讨论说 为什么我们留不住年轻人 为什么年轻人 一到大学之后就离开教会 其实真的就是 只是因为教会 跟我们这些父母一样 没有注意到 小孩在吸收什么样的东西 小孩需要的 不是更多的活动 或是更多有趣的 撒狗血的话题 年轻人需要的 其实是看到长辈们的 经历跟智慧 需要学习到传统 以及为什么这个世界会有这些传统 为什么这些传统会延续下来 当年轻人没有得到这些未养 没有学习到孝敬父母 实戒里面这么重要的一个诫命的话 年轻人就是会离开教会 超达80 90%以上 也就是说 教会最重要的事情 应该就是要扎扎实实的 建造父母 让父母亲自的带领小孩 如果父母没有被建造的话 那就要花非常多的心思 在小孩的身上 让小孩学习了之后 去影响父母 来促成整个家庭的 茁壮跟成长 我们透过 Coco Mullen这个新闻 可以看到的是 敌人是非常诡诈的 他们非常的有系统 去钻每一个家庭的漏洞 每一个父母的懒惰 还有每一个无知的青少年 因为这些左派推出来的产品 真的就是跟毒品一样 公立学校也跟毒品一样 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 发现处理阻止的话 那么我们的孩子 就真的跟吸毒一样 不断的吸取这些东西 我们一定要亲自教导他们神的话 亲自的带领他们读圣经 生命记六章六到九节 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们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来 起来 都要谈论 也要谨记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们的城门上 只有神的话 才可以拯救这个时代 只有神的话 才可以建造父母 只有神的话 才可以拯救我们的孩子 不只是父母需要神的智慧 孩子其实更需要属神的智慧 只有在有健康的下一代的情况下 教会才不会不断的流失人 如果我们属灵生活只是 一个礼拜去做两个小时的礼拜的话 那我们就会彻底的输给 每天好几个小时 在你孩子面前出现的Cocomelon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e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